记者从航天科技集团了解到 23号下午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完成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首次10公里级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这是国内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最大规模的垂直起降飞行试验 下午1时许3.8米直径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新技术验证件树立在场平发射台上 三台变推液氧甲烷发动机点火 喷出蓝色尾燕 舰体上升至约12公里高度 中心发动机调节推力 火箭受控下降 在距离地面50米处 四条着陆腿展开 随后火箭缓速下降 高度趋近于零 稳稳落在回收场平 实现定点垂直软着陆 完成了多项关键技术的验证 此次试验是国内自主研制的深度变推液氧甲烷发动机 在10公里级返回飞行中的首次应用 为2025年如期实现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首飞 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 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制 取得了重要突破 后续研制团队还将开展重复使用运载火箭70公里级垂直起降试验 加速推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